拜拜 我不是,我不用 可以嗎?可以嗎? 我不是女人,但我不是太懂 我沒有歌唱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名字 滴鼠 滴鼠 好,玩具TV 第十季第十集 叫做新速速 這個是伸出的嗎? 是的 Narrative 高達GT的滴鼠 本身其實 機體來說 在高達NT裏 這部機已經玩了十年的機體 但在實力 或者實戰方面 是壓倒了當時 最尖端的量產MS 當然,其實它裏面的 可能已經 同時對緊密連接 或者機師的問題 我們不談這件事 但本身 坦白說,滴鼠這部機 很少駕駛的 我是小不免有些情節 我聽過很多人 很少駕駛 很少駕駛 因為我聽別人說 那個概念 因為當年阿寶是在第二集 即是Setta Setta 我聽說的概念 是後面那兩隊 不知道是翼還是什麼 是蝴蝶 是代表蝴蝶 是進化 軟化 是進化了 變成一個漂亮的蝴蝶 我覺得是 你擺明是穿作腐會 對 我擺明是穿作腐會 絕對想不到 阿寶是一個 這個比較 這個不是主角 不是主角機樣 是單眼 你當時 始終你的主角是加美油 變成他其實 不想搶主角 不想搶主角 光環的情況之下 是很合理的 難道每個都是基拉大神嗎 那個人真是過分了 勇士級的改善機 看一次勇士級 如果真的要說 那個系譜 它是混合了 這個歷奇大亞斯 和高達Mk II 是由卡拉巴開發的機體 所以也成為了 螺絲企業的 或常用的MS 等一下 不要緊 反正都要拆出來 先看看部件 槍都有三支 四支 五支 因為原本之前 阿寶用的滴鼠 它的配件更多 因為有Style 它的顏色這麼漂亮 對 始終是卡板 扣實會是 很漂亮很多 明顯地有些出入 這個東西 全上色的 多少錢 八塊 訂了我忘記了 只是PBNDOW 但是如果純粹說市價 我沒有記錯 好像標九九 九百 九百 即是原價可能八百 見朋友說 QC很差 但我這隻 都幾接近完美 坦白說 都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對我來說 這個是幾難得的 對我來說 還打算等你抽大蛋汁 大家來試試 那你見到本身的 上色和marking 都一貫的高水準 對 對 相色很好 今次的 新配件 就是這支槍 就是這支槍 問一問 是否以前出過的 不是 以前出過阿寶 你說新配件 即是比較在阿寶 對 這支是用了當時最新的E-CAP 用的 叫做 追得上時代的 冰莊 怎麼進去呢 我記得男主角好像拿過這支槍 沒錯 駕駛艙不是頭嗎 駕駛艙是否頭 印象中是 因為這支槍是偽 是假的 偽駕駛艙 對 即是用來妖敵 等你以為駕駛艙在肚子裡 你供他的肚子 但我記得它應該是頭 它是妖敵 沒錯 所以這支槍是頭 會長在這裡 會長可否解答我們這個疑問 什麼會長 天下間只有一個會長 哦 主席 主席 不知道這傢伙有沒有買 駕駛艙是頭還是頭 應該是頭 我記得是頭 既然是這傢伙來容主席 你的傢伙 以下反相 先看一看一部電影 你的高達 整個都看不到 算了 這是一個新部件 如果是隊長機 就會有這個射燈 掛在這裡 方便索敵 可以直接玩一下可動性的 很漂亮 先拿一些工具 我看到盒子可以把所有的工具打在身上 沒錯 之前那隻更多 因為它多了一把米加粒子棒 其實上一隻本身這個咀 是可以拔出來見到這個高達咀 或者叫Satter咀 但我就不會這樣做 放心 好了 頭 有這個透明眼 本身 因為設計的關係 其實可動是一般的 但都滿足到你基本願望 也很貼心 有一個士啤的觸覺 我不會在那裏再找 本身 其實可動的結構 跟這個模型 應該不會有太大分別 原來P Bandai原價是820元 都820元 你看這個肩關節可以拉出來 我不知道能否拍到 但很漂亮 顏色真的不漂亮 拉出來就可以令到它 它向前屈的角度又多很多 可以摸到自己另一邊的胸口 可以摸到其他一邊 可以自摸的 OK 當然 可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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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動式的護盾 另外在這個盾裏 也可以裝ecap 咯 咦?這些都放進去嗎? 沒錯 主席說 我就買模型砌咯 有錢嘛 大哥 有錢有時間 有時間 有時間 可以 可以裝進去 我就打算在這裏揹 好 手可動 大致上是這樣 你雖然看到它的圓切 挺一體化 但其實腰都依然是 因為這裏開始揭起 變了有 向前向後 都有一定 就是叫做少少可動性 左右 腰是有兩節關節的 所以變成它動的時候 感覺就會更加 更加 至於腳那裏 因為它的 裙隔的設計 亦是拉起 變成對於前踢腳的影響 就盡可能減到最低 後這個就不能動 是可以的 現在很多時候 產品無論模型 或者 Obo H1 後裙甲後面 都是不能動 是呀 頂住 不過不算有很大影響 因為本身 後裙甲的設計 都是向後斜 所以變成 它也不會說 就著關節 會有很大的出入 其實錄到這麼大 你擺什麼姿勢 都沒有什麼大影響 這個機體 在地上高 是走還是飄 都是飄 又說多一點 本身滴樹 其實這部機 主要是 是陸戰型 是陸上開發 用機體 好了 鬱到這麼多 真的不說得笑 至於腳踢 也是前甲的可動 也挺大 所以這部機體 反而沒有需要 看過更高 是 他的腳掌沒有說 拉出 這個沒有 因為他沒有需要 他的腳裙甲 實際 可動性 這麼大 就不會影響到 他擺任何姿勢 所以貼地性 其實都真的不錯 是 我抹到這麼開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 有些觀眾說 都是喜歡阿寶的顏色 多一點 他這個 始終都是 卡拉巴 夜間戰用的顏色 有些人說是泰坦絲 不過其實 真的跟泰坦絲沒有關係 純粹是 因為夜市的關係 就變了一些 深沉少許的顏色 你又製成黃色 他用東西老拐 對 背部的噴射器 都是可動的 這些位置很容易 小心自己弄爛 所以 整部機體來說 是真的很高質素 如果 有些 當然 好像主席 有技巧 有時間 有錢 當然是 自己組裝模型 但如果 這方面 沒有辦法 可以將就到的 那麼 進入這隻 確實是一個 挺好的選擇 幾個小的成品 這麼漂亮 也有玩到 武器也有很多 沒錯 全身的marking 都很細緻 是 全身的marking 真的 都放上去 好 我們要看看 怎樣放 插在這裡 應該一左右 對 這裡 插不完 你這個是插 插不完 主席說 那個是審反燈 是啊 有這個功能 當然 本身 其實槍 它是可以 可以 我先拆一枝出來 看看 這個是可以拆的 變成 握槍的時候 可以消灑一點 這個真的是 利達師 或是白色 對 對 但是有什麼分別呢 Ecap 也是拆得出來的 應該一樣 對 這個沒有進步過 不要緊 AK這麼久 還是最厲害 最強的 最強的槍 因為本身也是一句 它的開發 都跟力其大師 跟那一架 都很相近 它的裙格 那個 那個連接位 是這個位置 不得要 這樣推 武器也是有 有疑人在的 嘩 是 是啊 但如果是以力其大師 又怎樣解救 用刀 都是船封刀 始終都是那句 你 敵樹 開發 敵樹 那班 設計師 都是 自護系 所以 都會把 自護軍的 特色 都放進去 都不奇怪 裝了 先裝到 它的marking 比阿浦 多不多 其實都差不多 這個 這個 審 反 燈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有個車位 始終不是我的 有什麼 有什麼差池 我賠不起 基本上 你想掛什麼 都可以掛到什麼 但是 都可以掛上去 掛上去 是不是這麼好看 我又覺得不是 所以 其實這個 這個形態 我自己來講 就算是最喜歡 因為它始終的設計 都是左右不平衡 是 就是這一邊 多了一個 魔牛殼 所以 那邊好像有兩支槍 對 兩支槍 所以 你不用太追求平衡 這個 插一邊槍 我覺得 看上來更活潑 活潑 有沒有可愛 生命力強 生命力強 是不是腰部 腰部可以掛 那把劍 是嗎 這個是基本中的基本 可以看看 剃刀 本身剃刀位在後面 可以加上一個外掛式 扣在後面 可以上一把剃刀 那麼 隔老鼓鼓系的機體 就最突出 就是這一把東西了 確實是 它做得很柔 很無限磚 很無限磚 對 印象中應該是粗一點的 那個光 B5的位置 這支是不錯的 是 當年買到原色的時候 我都很開心 很多扇位 這支也很顯眼 那麼 現在那一句 如果是覺得 Car Signature 這個系列 都真是一個 一個信心的保證 這一支 無論上色也好 可動性也好 雖然跟之前那支沒有分別 但本身已經很高質素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可以放心地入手 不過反而 也是全上色的關係 所以玩的時候 可能要斯文一點 留意本身的甲位 會不會撞到 其實一定會 玩到興起 尤其是大腿位 通常花大腿 就是花大腿 對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 好 那我們又可以移師去前面 這些 好 Paris 是否都 嘗試幫我收一收 好 有些事 放一會兒 放一會兒 先放一會兒 再一次一會兒 好 這個先收一會兒 直角 哦 是的 各位小心不見角 好 好 起碼你玩熟了嗎 不太熟 我玩了